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A股市场的两个热点话题 一方面是分红狂潮 另一方面则是停牌风波 首先 A股市场的分红热潮真是令人惊叹 截至目前 已有超过200家上市公司宣布了现今分红方案 这可是近年来的最高记录 特别是像贵州茅台和三七户鱼这样的企业 分红金额之巨大 让人心动不已 这不仅提升了投资者的信心 还激励了更多的投资行为 简直就是股市的富贵逼人时刻 然而 另一方面 股市的风云变换也不容忽视 多家公司因为未能完成整改而宣布停牌 这可是一次让人心惊胆战的停牌派对 从ST中立到ST信通 这些公司在整改期限内未能如期完成 面临着退市的风险 真是让投资者捏了一把冷汗 我们还将深入探讨引债置换的最新动向 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议题 尤其是在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压力的当下 如何有效应对成为了焦点 引债的话解在融资的策略无不让人倍感期待 总之 A股市场的分红和停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让人既兴奋又担忧 希望这些话题能引发大家的深入思考 并持续关注未来市场的变化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朋友们 今天咱们来聊聊A股市场的欢乐分红季 还有几家上市公司的停牌派对 最后再来点复杂的引债置换大餐 保你吃饱喝足 信息满满 话不多说 开稿 首先 A股市场最近真是热闹的像过年一样 大家都在撒钱 咱们要感谢新浪大佬给我提供了这个好消息 根据WIND的数据 今年已经有超过200家公司在三季度 或者前三季度宣布了现金分红 简直是分红界的超级明星啊 说到分红 怎么能不提我们的大哥贵州茅台呢 上周五他们发布的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让我都要把眼镜掉下来了 每股派发23.88元现金红利 合计派发300亿元 这数字简直是富贵逼人 有种想直接搬去茅台厂生活的冲动 大家都说分红能提高投资者信心 看来是真的哦 再来看看三季户余 这家公司今年居然分红了三次 真是个分红小能手 11月1日 他们又宣布美食股派送2.10元 含税 哇 真是拿起电脑就想给他们点赞 股权登记日和除权除夕日都安排好了 11月7日和8日 速度快的像是坐上了高铁 说到快 麦瑞医疗也不甘示弱 10月30日的时候宣布了第二次中期分红 美食股派发16.50元含税 加起来就是69.2亿元 我都快羡慕得流口水了 要是哪天我能拥有他们的股票就好了 顺风控股这次也来凑热闹 10月30日他们宣布的特别分红计划 简直就是发红包美食股派发4元含税 还有特别分红10元含税 总额加起来67.2亿元 这种力度真让人怀疑是不是过年提前到了 还有行动教育 10月30日也宣布美食股派发5.00元含税 分红比例居然高达91.32% 让人直接怀疑人生 这简直不是分红是送钱啊 总之A股的分红大潮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各大公司拿出真金白银回馈股东 简直就是分红狂欢节 希望这种好事能继续下去 让我们这些普通投资者也能享受到甜蜜果实 说完分红 咱们来聊聊今天的停牌派对 今天可真是热闹 新浪报道的几家公司都宣布停牌 就像开了个大型停牌派对 ST中立 ST信通 ST摩登 ST弘扬等公司 由于没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资金占用的整改 被交易所启动了规范类退市程序 哎呀 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ST中立的控股股东和江苏中立控股集团 被要求在6个月内清收18.05亿元的资金 结果到期了 居然没能完成 股票从11月11日起停牌 新真是悬起来了 ST信通和ST摩登也是同病相连 前者要清收5338.69万元 后者是2.42亿元 都没能如期完成整改 只能一边捏汗一边等消息了 ST弘扬倒是有点进展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了他们的重整计划 这算是有点希望 不过还是逃不过停牌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 这几家公司都说了 如果两个月后还没完成整改 交易所会对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赵伟大佬说要直接增加地方化债资源10万亿元 我的天 这得是个多大的数字 从2014年开始 化债就一直在搞 就像是找零钱 大家都知道有钱 但不愿意掏出来 通过置换债 这些债务终于浮出水面 现在第四轮化债就像电视剧续集 主要针对债务压力大的地区 给他们特别在融资额度 感觉像是给地方政府开了无息贷款的信用卡 监管力度那是没得说 就像老师看着你写作业 生怕你出错 这次的化债思路特别有针对性 主要解决拖欠企业款项的问题 真是为小企业送上了一份及时雨 重点支持的地方像是黑龙江天津 这些债务火山快要爆发的区域 尤其是基建和环保领域 可能成为受益者 当然风险提示也不能少 经济变化超预期 政策超预期 大家都得小心点 别被吓到哦 总之 这次的引债置换就像没有硝烟的战争 一场头脑风暴 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让人开心的消息 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吧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当然了 股市场的现金分红热潮 简直是一场投资者的狂欢节 分红不仅能让股东享受实实在在的收益 还可以提升企业的市场信任度 你看像贵州茅台这样的企业 分红300亿元 让股东心花怒放 市场信心倍增 分红行为也反映了企业良好的经营状况和现金流 毕竟企业如果不盈利 哪来的钱给你分 分红潮的出现 标志着A股市场越来越成熟 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何乐而不为呢 分红潮是好 但你有没有想过 这是企业自己受益无增长的表现 企业一旦把大笔现金用于分红 可能会影响未来的投资和发展 毕竟企业的发展需要资本投入 而不是不断地割韭菜式的分红 再说分红多了 可能就是企业在试图掩盖 业绩增长乏力的事实 你看有的企业一年分红三次 真的是毫无人性 但这背后是否意味着 他们缺乏更好的投资机会呢 而且分红也并不总是意味着股价上涨 投资者还是要理性对待哦 关于停牌和退市 我认为这就是市场机制正常发挥的结果 对于那些长期不合规的公司 实施停牌和退市警示 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有效手段 看看那些被强制停牌的公司 问题击中难返 拖累了整个市场的氛围 通过严格的监管 我们才能让市场更加健康透明 就像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 要想成事就得有规矩 A股也一样 停牌和退市可以筛选出优质企业 让市场更具吸引力 让投资者的钱有更安全的去处 但问题在于 频繁的停牌和退市 可能会让中小投资者措手不及 他们的钱可能就这样被套牢了 等到公司退市 损失就难以挽回 这种情况下 监管固然重要 但也要考虑到投资者的承受能力 试想一下 投资者辛辛苦苦选的股票 突然就面临退市风险 哪怕是炒股经验丰富的老江湖 也会心惊胆战 这种极端的措施 会不会让投资者失去对市场的信心呢 停牌和退市 虽是市场必要机制 但我们需要更平衡的政策 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对于引债置换 我认为这是政府 面对复杂债务问题的明智之举 中国经济发展迅速 各地的财政压力骤增 债务问题如同西游记里的白骨精 无处不在 引债置换不仅有助于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 还能避免债务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历史上 美债危机曾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大震荡 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 地方政府拿到低息在融资的机会 可以更好的规划基建和环保项目 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何乐而不为 然而 引债置换只是一种权益之计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 地方政府的债务如同三国演义中的草船借鉴 一旦风向不对 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置换债务可以暂时缓解压力 但如果地方政府继续过度投资 债务血球会越滚越大 我担心的是 这些举措可能让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增强 失去自主发展的动力 政府应该在债务置换的同时 加强对地方财政纪律的监管 培育地方经济内 升增长力 而不是一味地靠增加债务额度来救急 我是评委合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在楚天书与邪奇奇的辩论中 他们围绕A股市场的现金分红 停牌与退市 以及隐性债务置换等议题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展现了各自的观点与担忧 楚天书偏向支持分红 停牌和引债置换 而谢奇奇则提出了相应的质疑 强调这些措施 背后潜藏的风险与问题 楚天书主张 分红能够提升企业的市场信任度 并反映出企业的健康状况 他以贵州茅台的成功案例 来证明资本市场的成熟与透明 认为这是一众对投资者负责的行为 然而 谢奇奇则指出 平凡的分红可能是企业未来成长乏力的表现 这让股东在享受短期利益的同时 忽视了企业的长期发展 这一点无疑是对楚天书观点的有利挑战 强调了短期与长期利益之间的矛盾 在停牌与推市的问题上 楚天书认为这是保护投资者的必要手段 能够优化市场环境 但谢奇奇提到 这种措施可能会使中小投资者面临巨大的风险 尤其在是场剧变的情况下 此处引发的关于是场透明度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平衡讨论 显示了两位变手对于市场健康运行的不同理解 当谈及隐性债务置换时 楚天书强调了其对于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的正面效果 并用经济发展的背景来支持他的观点 然而 谢奇奇则提出了隐性债务置换的局限性 认为这只是一种短期策略 而非根本解决债务问题的办法 他呼吁 必须注意地方政府的自主发展和财政纪律的建立 这是长期改善经济结构的重要一环 总结来说 楚天书与谢奇奇的辩论 提供了对股市场不同层面的反思与探讨 楚天书的观点 强调了企业的及时获利于市场信心 而谢奇奇则提醒我们要关注长期的经济健康与投资者保护 两位变手的辩论不仅令人耳目一新 也引导我们对于市场运行中的矛盾与挑战进行深入思考 这场辩论的深度与广度充分体现了当前经济环境中多元化的观点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与探讨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